安利盃分組點將錄關心局組部分 更有兩名台灣選手 分別是倩一殺手魏子倩 以及外卡晉級的詹雅婷 另外還有中國好手劉莎莎 來自紐西蘭的莫魯迪 以及20歲的俄羅斯小將Natalia 引估實力以及晉級看好度 扯平張明兄認為倩媚和劉莎莎 這一對海峽正妹能夠出現 倩媚魏子倩 她的認真態度跟練球的這種時速來講的話 她大概是國內要數一數二 那劉莎莎她拿過好幾個冠軍 包括亞運的八號球 包括世錦賽 她好像在大陸以外的地區 沒有拿過冠軍 所以劉莎莎她也自己誓言 希望能夠在這次的安利益支援盃 能夠豐厚 H組部分同樣兩位地主選手 包括龍捲風扯和雲 以及外卡殺陷害的洪夢霞 競爭對手包括菲律賓一姐阿密 挪威的Helvick 以及越南的段氏玉離 阿密毫無疑問是這組最被看好球星 2007年安利盃奪亞軍 去年最後輸給林援軍 再次和冠軍擦身而過 熊哥點出心理素質是一大關鍵 我個人一直覺得 阿密跟以前的Karen Cole很像 她的實力絕對可以有奪冠的實力 但是她每次到了四進二 二進一的時候 她就會出現當機 不論有沒有被球評點名看好 安利盃最精采的地方 就是每年都有黑馬異軍突起 GH這兩組誰能跌破眼鏡 帶給好手們更多競爭壓力 就讓我們赤目以待 我來立訓甘邦捷黃華軍綜合報導 4 7 6 9 11 10